Luit Benedikand 享年67岁 出生于意大利都林 毕业自意大利最古老 也是欧洲最重要美院之一的都林艺术学院 创作源起于升值欧洲艺坛的经典静物画 但它发展出被称为极真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将传统静物画的主角 鱼、肉或水果改用意大利糕点、饮料和冰淇淋来取代 后期更将垂涎欲滴的水果 与女性柔美的身躯来互相搭乘 引人遐想 自1975年至2014年 共有六个个展、三十项群展、七场艺博会 一项沙龙展的展出记录 为本次德国Ibis系列特邀的艺术家 今年68岁的西班牙艺术家 阿芳索·伦雅雅都 许多作品已被中国大使馆和西班牙四座市政厅永久收藏 也曾被美国ABC频道等艺术专题采访超过20次以上 作品相当具有个人特色 被视为西班牙重量级艺术家 他深受国内外长家的喜爱 他创作的方式 事先利用刮刀 沾上颜料后直接在木板上创作 再搭配刷子 画笔勾勒出线条 利用立体派的分割技法 将画面先行分割 使得画面相当具有立体感 他另一个特色是来自于用色 他承袭印象派的补色概念 利用深浅不同的颜色 创造画面的丰富性 用色兼具大胆与和谐 表现出强烈的风格与人文风采 来自法国的Natalie Mondin 今年54岁 毕业于巴黎第一大学美术系 她从2006年起 至少有21项各展 44项群展 其中有6次是以特别嘉宾身份 应邀参加沙龙展 Natalie靠着得天独厚的数学功力 与对主题的掌握 让她的画作风格贬识度极高 成为一位得奖无数的艺术家 Natalie的画风鲜明 偏印象派加表现主义的人物化 擅长捕捉亲子间的亲密时刻 和女性的自信神情 既温馨又亲切 靓丽的色彩 再加上丰富的多层次质感和笔触 更显得梦幻有诗意 Fabio 今年61岁的Fabio 是西班牙马德里人 他是画家 也是摄影师 作品中的人物 有毕卡索的立体几何风格 以20、30年代 电影场景为背景 画面色彩既互补又和谐 画中人物 优雅时尚 时而坚强 时而风情万种的人物 使Fabio的作品 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西班牙皇后 索菲亚 在B&W绘画竞赛上 为她颁发荣誉奖章 西班牙的极油套票 女性语阅读 也收藏了她六幅画作 她的作品被爱尔兰 阿尔斯特美术馆 马尔他国家美术馆 永久收藏 右边这幅画 仓路与镜子 是属于歌颂人 与大自然互动的 系列作品 画面中简洁的曲线 和直线的交错运用 更加凸显了 女人的风云体态 同时也营造出 一种性感撩人的气息 女人闭上的双眼 以及安详的神情 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 充满宁静和幸福的 内心世界 鸟类本身就有体型 和线条的优雅象征 用来和画中女子搭配 更能琢磨艺术家 对女人神韵的捕捉 沃兹很能表达 女性慵然谢意的感觉 但举手投足又不失自信 整体画面和银色的 用色搭配 也很有高贵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耐看 来自西班牙的 Miniam Arnold 今年55岁 是自学成才的艺术家 风格为梦幻写实主义 带点舒服艺术的 天真与浪漫 创作主题多是 女人、孩童的生活 与想象世界 擅长以不同的 美材和技法 创造出画面丰富的激励 与神秘梦幻的意境 他至少有15项展出记录 2017年 获得西班牙 卡拉菲利市 绘画比赛第一名 2018年 获得安东尼奥 皮尼欧一郎 第26届 泰拉克斯奖 第一名 令人分外期待 本次首度参展 台北新艺术博览会的表现 Nicoleta Tomas 今年57岁 西班牙人 居住在瓦伦西亚 从小就喜欢绘画 是自学成才的艺术家 风格偏向奇幻写实 善于描绘人类 与万物之间的情感 亦或是宇宙 时空般的想象 作品很有灵性 画面安静 又具有深意 值得仔细品味 它有56项的展出记录 其中包含 19项艺博会与瓦伦西亚的 一项美术馆展出记录